马太福音第十八章 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 天国里谁是最大的? 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 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漠石拴在这人的景象上,沉在深海里 这世界有祸了,因为江人半岛,半岛人的事是免不了的 但那半岛人的有祸了 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 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 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弯出来丢掉 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 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 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 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 你们的意思如何? 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 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 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 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 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 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 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 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 主啊,我弟兄得罪我 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 耶稣说 我对你说 不是到七次 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 才算的时候 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 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 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 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 那仆人就俯伏拜他 说 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 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瓷心 把他释放了 并且免了他的债 那仆人出来 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 便揪着他 掐住他的喉咙 说 你把所欠的还我 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 宽容我吧 将来我必还清 他不肯 进去把他下在间里 等他还了所欠的债 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 就甚忧愁 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 于是 主人叫了他来 对他说 你这恶奴才 你央求我 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 向我连续你吗 主人就大怒 把他交给掌刑的 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 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 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